今天下午 波澳亚洲论坛的一场主题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与世界的电视辩论会备受关注 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出席嘉宾 就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要成就 以及对世界的启示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下午的分论坛上 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并且给出了关键词 共存共荣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加入WTO 中国2001年入市 这个是中国做出的承诺 就是中国将会遵循公平的规则 要遵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规则 而且中国也成为这一项进程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则认为 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开放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孤军奋战 国际合作是最好的答案 改革开放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而论坛中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胡小练给出的关键词是道路 他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通过改革开放探索而来的 那么这条道路现在呢不但是中国在路上走着取得了成功 而且呢也对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到达成功彼岸 就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参考 东方卫视记者海南博敖报道 那么这条道路是最好的